嗨,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Dr. Rebecca 今天要跟你再一次的分享 分享什么呢? 就是老人痴呆症或者精神有一些问题 或者是很上旺 或者是不能够击中精神的一些原因和凶手 OK 其实今天下午我已经分享过了 可是刚才把我拍到好凶 不是吧 最重要的就是除了好凶之外 破坏我的形象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的就是 声音很糟糕 OK 所以我想来想去 我看还是重新的路过 所以刚才有很多Live的朋友 很多人已经看过了 不过你可以再重看 你也可以share给朋友 好,我现在就要跟你讲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想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就是怎样能够预防我们这个上旺 因为我问我的学生嘛 我讲请问你们有没有这个上旺的问题 十个有八个几手说他们越来越上旺 然后我的病人也一直跟我 控告他们非常上旺 而且更严重的就是 但是有很多人今天有很多人今天有一个问题 就是常常就好像一套戏这样子 他一直问一个问题 你吃饭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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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饭了 就是一直重复的讲同样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呢 其实呢 有很多原因的 但是我今天要跟你讲最重要的原因 什么原因呢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天天都还在吃的 是什么 就是甜糖 为什么呢 我要讲糖 因为呢 原来发现到啊 那些糖尿病的病人啊 或者是身体这个吃很多糖的啊 有一个问题的就是他的脑部的记忆区变成小掉哦 他比平常的还要小 这个就是一个研究来的 所以你看他吃甜太多的啊 原来他的记忆会越来越衰退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老人痴呆症的人啊 你一定要减少 或者是要一直上纪 一直忘记的人 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不要吃太甜 这个甜呢 来自各种各样的甜 包括食物的甜 包括 就是so-called 糖 或者包括代糖 所以不管是糖还是代糖 这两个的甜都要cut down 就要减少 所以这个代糖 最普遍的代糖就是aspertym OK aspertym这个代糖呢 其实非常的严重哦 他们吃了之后 不只是会忘记哦 更重要的 它会生一粒一粒的流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有一个研究 他们研究到哦 当老鼠吃这个aspertym的 给它吃这个甜的时候哦 他们发现老鼠都长流 OK 在很短的时间 所以一定要减少这个代糖 所以这个代糖 在一些汽水里面 so-called 有让你减肥的 很多都放这个糖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 另一个呢 就是普通的 普通的白糖 还有黄糖 OK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糖 总之是甜的 都有办法什么 让我们的记忆力衰退 所以要记忆力好的话 一定要看到甜 当然水果太甜呢 或者太甜的任何一种东西 我们都要减少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点可能你不知道的 隐藏的甜 什么叫隐藏的甜呢 任何比如说 淀粉的东西 精致的淀粉 包括白糖 白米 白米粉 OK 还有白面粉 这些也是最终会变成甜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都要减少的 所以只要是这一些 淀粉的东西 或者我们说碳水化合物 只要它是一个精致的 或者是一个simple carbohydrates we have to cut down 我一定要减少 对预防什么 预防中枣 就是预防记忆力衰退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吃了这一些之外 我们会发现到 什么东西会减少呢 其实我们身体的 钙会减少的 钙会减少 而也会引起 他们发现到 记忆力衰退 或者引起老人痴呆症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好 这个我相信大家一定要知道 第二点呢 很重要的 就是引起这个记忆力不好的 是什么呢 就是锂 重金属锂 铃 这铃铃铃可以在很多东西 地方有 最普遍铃铃铃铃有的是什么呢 就是锂锅 有一些人他的煮饭 用那个锂锅 这个是一个问题来的 这个锂锅拿来煮水 煮饭都好 是很不好的 因为这个锂锅的锂 会伤害这个脑部的 所以重金属锂是能够让脑部的这个酵素 或者脑部的这个荷膜各方面都会 因为它会影响这个酵素的代谢 所以它会影响整个脑的操作 所以锂是可以让老人痴呆症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曾经有一个 我还记得有一个 有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他的母亲就发现到 他的孩子的学习能力很差 所以他怎么做呢 他就带来 就给我们做一个检查 这个检查就是检查他身体到底有哪里切法 或者有哪里有这些化学的毒素 或者有什么食物敏感 当时就一查到就发现到 原来他的锂的毒素在他的身上是真高的 后来才查到原来他的母亲 这个孩子的母亲 他们用锂来煮饭 锂锅来煮饭 也锂锅来煮水 所以这个锂的东西 后来我们知道了 就要他完全的丢掉 当他把这个丢掉了之后 然后也补充一些营养品给这个脑部 然后发生 就是这个孩子的学习能力马上增加 所以你看 这个理毒是很严重的 当他在身体里面 在脑里面 我们应该要做的什么 就是帮他解掉那个毒素 所以这个小孩就是这样做 他才能够恢复他的学习能力 所以学习能力很低的话 请不要怪你的孩子 OK 可能是你给他吃的东西有问题了 所以这个很重要 还有一个理在哪里 你知道吗 就是在那个发粉里面 你要去check的 到底这个发粉里面 是不是写出aluminium什么 因为有些东西 你看他里买的东西 它本来小小的 一煮上来变成这么大 这个里面的发粉 有很多时候是aluminium的 所以很多人就吃了这个 就完了 就越来越笨了 越来越想不到了 OK 然后呢 记忆力越来越衰退了 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的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另一个我想也要让你们知道的 另一个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mercury 水银 水银是很严重的 因为水银一般上在哪里 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在 那个他们所补的牙齿里面 有放水银补牙的嘛 对不对 你有看过吗 这个ermargan filling 我现在很多牙医 有一些现在还在用着的 我已经不敢用了 我的牙科 我也叫他们不要用了 因为它很毒 因为哪一些人用水银来补的 它的这个水银呢 其实是对脑部很大的伤害的 所以有些人不会就 用这个来补嘛 而且这个水银毒啊 有一个东西啊 就是我应该怎么说呢 如果那些人觉得身体 去治疗了还是不行的话 觉得有消极 也不能够 或者觉得自己 好像不行 这样子记忆力又很差的话 我会建议你 你如果嘴巴里面 有很多牙齿是补水银的 这个ermargan呢 你就把它除掉 换新的 换什么呢 这个composite 就是一种 plastic这样子的 因为呢 它是一个可能的原因 所以这个ermargan feeling 这个是其中一个 我跟你讲 一个真相 真相就是 我家族是牙医来的嘛 就是我牙医 我的弟弟也牙医 所以我们就很多年 他又跟我差几年 所以呢 我母亲呢 就是很喜欢呢 天天去我的牙科 因为一桌 完了 一桌 他每天带饭给我们吃嘛 或者我们回去吃饭 就在他来 整个下午 他都在牙科 不止我的时间在 我不在的时间 他也在 因为我弟弟也是牙医 所以他几乎几十年 都在牙科里面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牙科呢 今天我的母亲 常常问一个问题 就是 上两个星期也是 在五分钟里面 他问我几次啊 你的弟弟 有来找我吗 他一直问我 你的弟弟 有没有来找我 我讲 有 等一下他就来 等一下又在 不要再一分钟 你弟弟会来找我吗 我讲 就好像刚才讲了 你弟弟会来找我吗 一直重复同一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 他的脑部有受伤了 所以我相信 这个受伤 跟这个水银毒 很有关系 因为我的牙科 以前一直用着水银 所以 而且以前 我们的是这样掺的 更够力 更严重 所以你看 这是不行的 所以在水银毒 水银毒也在哪里 就在那个深海鱼里面 很多的鱼 我们都是要解毒的 把鱼解毒 才吃 因为他的这个水银毒 是很毒的 曾经在美国 做了一个研究 研究到什么呢 他说那些 自闭症的小孩 的妈妈 到底喜欢吃什么 后来研究到 既然这些妈妈 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Duna Fish 你想一下 Duna Fish 很多人以为 吃鱼了 脑会补脑 那你知道 他吃的这个鱼 如果是重金属 水银太厉害了 他不但没有补脑 他还会伤害脑部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 OK 这个就在水银了 当然有些口红 化妆品也有水银的 OK 所以你们化妆品 都是口红呢 有水银的话呢 请不要用 因为有水银的 它非常shining OK 发亮发亮 所以有些人也是照样用 其实是很毒的 那么这样吃进去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人 我相信也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就是今天我们也是很奇怪 因为我们发现到 因为我是在中杰西博士的医院 这个自然医疗院工作 我们这些医师 有很多很多的医师 是多个医师 他跟中博士本身的 很久的研究 他发现到 有一点的就是 很多奇怪的就是 最近很多的病人 depression 就是忧郁症的病人 既然是素食者 OK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们担心的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他们吃了很多的农药 素食者的问题 今天我刚才也是看到一个 也是很年轻的 23岁左右的 他也是素食者 但是他也是中了 这个depression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的菜 所吃的这些菜 都不是organic的 而且很多时候呢 是有很多的农药 而这个农药里面呢 其中一个就是 arsenic 这个农药非常的危险 因为农药本身呢 如果我们没有洗干净 它吃进去吃进去 它会引起 这个depression 因为所有的化学物 我们已经发现到 它们都伤害脑部的 就超过一半以上 是伤害脑部的 所以这个农药进去呢 当我们吃的时候呢 它会直接的伤害脑部 所以他们以为素食者好 素食者是很好 如果吃的对 但是如果没有解毒 吃到这些农药多多的话 尤其拿来做salad 没有蒸着去煮的话 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 你一定要解毒 在你的农药里面 或者是你洗的时候 你不可以蒸 因为我母亲也先 不会嘛 天天从早上 蒸到下午 这是很危险的 你不能够这样蒸 你应该 因为蒸的时候 它的细胞更大 打开 然后更严重的农药会进入 所以怎么办呢 其实应该要这样 一片一片的洗 洗干净来 是一片一片 让水流下来 一片一片的洗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一点 我想要让你们 每个都知道 因为这个太重要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 会记忆力一直不好 是不是你吃的菜 有问题了 是不是你没有 好好的解读 当然 还有一样 最后我要跟你讲的 其实也跟这个 脑部的记忆力 很衰退 有关系的 你这是什么吗 就是呢 天天听手提电话 天天这样的腹射 其实这样的腹射 对脑部非常的不好 它会伤害脑部的 如果你这样子听 打电话腹射 天天这样子 我告诉你 脑部很快退化的 所以那个人 很容易忘记东西的 OK 所以这一节呢 所以小孩子 为什么小孩子 是不可以 看电话的 如果可以 因为小孩子 太小看电话 他的脑 这个又很薄啊 所以很容易静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小孩子都不应该 这样子来看电话 所以以上 这些 都是告诉我们 我们一定要 好好的 小心的 保护我们的脑部 当然 要脑部非常健康的 不要忘记 还有个可以做的 你要是什么吗 就是切包 你的大肠 要干净 你的身体的 化学毒素 要解除掉 要解掉 这个是太重要的 不只是排毒的嘛 要解掉 细胞里面 已经中毒的 这些化学毒素 因为它们都伤害 我们的身体的 尤其是各样的 精致食物 各样的食物 今天 其实 我们昨天 前两天 我们才 有一个很大的 有百多人的会议 这个会议里面呢 就谈到 这个化学毒素 然后呢 有很多人都见证了 其实他们所吃的 很多东西都放 他们所煮的 包括西瓜 包括很多了 他们都打药 都有很多的 化学毒素 很多的 Perservative 就是 什么叫做什么 Perservative 就是叫做防腐剂 在这里面 都有很多的化学毒 而且呢 这一些呢 都是会造成脑部伤害的 所以我们要尽量 可以做的 一个最重要的 先把化学毒素 全部给解掉 OK 让我们身体 解掉 然后把它排掉 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真正的 会健康 你的脑 才能够想得很好 你才不会一直忘记 而且你的记忆力 会比较超强 OK 至少 在很多方面都很重要 因为脑部一有问题呢 我们很多东西 就做不到的 讲不到 听不清楚 OK 眼睛有问题 各方面都会有问题的 OK 好 希望呢 这个能够帮助你 也能够share给你的 亲朋亲友 你的所有的 你所爱的 家人和朋友 让他们也能够 一样的健康 好 祝你更健康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